歡迎收看國際大會 各位相關朋友大家晚安 那麼夜深了 我們來聊一點 真的是有質量的東西 但是不會太累 很輕鬆 你會覺得為什麼最近 一直有聽到說 要夾帶黃金去日本 之前有那個黃金胸罩 現在是連航空公司的座舱長 坐到座舱長真的不容易 他竟然也夾帶黃金去日本 所以這裡面一定有很大的利潤 為什麼現在全世界各國都封著 夾帶黃金去日本 不是叫你要這樣做 是告訴你這樣做你會很麻煩 不信我們問清皇 對 沒有錯 這個夾帶黃金到日本去的 不是別人 是長榮航空的空服員 而且這個空服員還不是小咖 這空服員的層級叫做 副事務長跟副座舱長 是同個level的 而且最重要的是 在長榮航空好的服務員 有個叫環宇佳人 他還得過環宇佳人 這樣一個頭銜跟光環在身上 你總不能說這個是小咖咖了吧 結果沒想到連他竟然都夾帶黃金 到日本去 那結果為了這件事情 他還被怎麼樣呢 他被寄了一個大過 而且被停止11個月 可是問題在於說 他帶這一趟到日本去 這個黃金 請問這一位副座舱長等級的 他可以拿到多少錢呢 重點來了 來 我們問一下 一個座舱長停止11個月 薪水損失多少錢 以華航來講 大概是100萬左右 100萬 對 那但是 所以他 而且他又被寄過 對 他又被寄過 寄過就會降平等嘛 對不對 所以譬如說他這招 如果沒有賺100萬 他才不會賺 對 但是他沒有賺100萬 他只有賺到多少 3萬3千塊 3萬3千塊 但是可見他一開始 消貪入雞人 所以可見他一開始 他沒有預期他會被抓到 他一定預期就是說 他去應該是很平順的 一定可以順手就賺外塊 賺個3萬3千塊回來 那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原來是什麼 有一些集團看上在日本 因為有8%的消費稅 所以我把黃金 從免稅的香港買到哪裡去 買到日本去賣 我有這8%的價差 所以有利可圖 所以他們就怎麼樣 這一些不肖集團 他就會拿著這個鑽石卡 金卡的身分 我坐在商務艙上面 我跟這些空服員攀談交談 然後順便說說 有一個很好的賺外塊的機會 你有沒有興趣 然後而且我們在台灣這邊的空服員 因為台北檢查過了 通常到日本去很好入關 不太會被炒 所以一次一趟 你就有3萬3千塊的收入 3萬3是帶多少黃金 3萬3大概是帶 差不多6條黃金左右 所以我們從這邊看一下 他們的轎戰守則 這裡有一份他的轎戰守則 上面告訴你說 他每帶一趟去大概是黃金 帶6條到7條左右 一條黃金就可以賺5千5百塊 所以6條你就有3萬3千塊 那7條當然就更多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 他們已經做到說 跟空服員之間 還有這樣轎戰守則 上面還註記告訴你 如果團進團出 我們在飛機上交付黃金 如果自由活動 那你就到免稅店去交付黃金 所以連他們的轎戰守則 都已經寫在上面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樣的狀況 那然後又有一些人 是用利用什麼情況 我們剛剛講是空服員 那有一種狀況 合作的方式是這樣 那個人把它從香港 從黃金帶到這個 我們這邊機場來之後 放在那個關站那個地方 那關站很多是入境 我行李不要帶進去 放在關站那個地方的 而且關在這個地方是什麼 認單據不認人 也就是說我拿去 這個單據放那邊 單據給了B某 那B某 比如說某空姐 她就可以來拿了之後 領了之後 就可以一樣領到日本去 故意不領 故意不領 存關的概念 對 存關 怎麼說你可能是 只是來出差一兩天 馬上就要到下一個點 他們會怎麼做 不帶出 對 故意不領 那到時候 但我留個條紙 對 對不對 所以到時候我就請空姐 去領那個東西 對 因為空姐比較 被查機率比較小 所以她就比較好入境 所以她的黃金 是放在那個行李箱裡面 對 放在行李箱裡面 好 所以你會發現說 她的手法也很多元 所以她後來發現 就是說這種套利空間 不是只有 你看到台灣的空姐這樣做 有些日本的大媽 在家裡沒事做大媽 她也這樣做 因為套利空間大 那她做聯航來香港很快 來這邊買了之後 回去她一樣有利可圖 那最誇張的是什麼 我們之前講到說 那種做金胸罩的 夾在這胸罩裡面 去的已經很誇張了 你知道在之前在喊 我現在搞到都不管穿有鋼圈的 感覺穿起來有點辛苦的樣子 很緊張 去日本 不要緊張 都穿運動內衣了 在韓國那邊有一個 會讓你更緊張的 在韓國那邊有七名女子 被抓到是用什麼 你知道 把金條裝塑膠袋塞在 鋼門裡面 七個被抓到 那你想想看 好可憐的海關 要從七條鋼門裡面這樣 不是 從七個鋼門 抓出七條黃金 沒關係 他有戴手套 這樣想你會不會好一點 X官會查得到 我們鋼門有塞東西 其實應該是查得到 所以你會發現就是說 這種事情 我們剛剛不是講日本人做 現在是連韓國人都有做 所以你會發現這樣的情況 就走私黃金賺價差的情況 從台灣到韓國到日本都有人做 然後後來人家發現什麼 發現裡面其實有超過一半 來源都來自哪裡 都是從香港來的 所以變成從香港那邊 發動的黃金 然後到日本去套利 這就變成一個很大的套利 或是賺價差的空間 所以問一下機長 我覺得航空公司的 尤其是空服員的 如同一就是不可以夾帶東西 是不是 是的 但是因為它有很多方便 讓大家覺得可以走這個門路 是的 其實空服員機師 他進關的時候 他被檢查是跟旅客是一樣的 只有一個方便就是說 我正照查驗的時候 是走外交公務門快一點 可是進關的時候 你查的那個X光 還有金屬探測器是一樣的 可是問題是出來哪裡 他要怎麼樣才夾帶方便 剛剛新黃講到 是一個部分純關 另外一個部分就是說 機場的管制區裡面 管制區裡面有很多什麼 餐廳 免稅店 貴賓室 管制區就是進了還管 進了以後都查了 就準備要上飛機了 要進那個Gate 好 這一個地方也是一個很大的漏洞 比如說你空服員區 我要買免稅品 對不對 買免稅品的時候 你跟接洽人就已經講好了 對不對 他一個給你一個子彈 裡面放了五 六公斤黃金 對不對 你連累就走 誰也不知道 好了 到了日本進關之後 所以這個人必須先把 在免稅店就先買通好 對 免稅店就買通好 到了日本就可以順利進去 被查到的機率只有十分之一 十個人裡面才一個被查到 好了 那你說這個黃金 它這個利潤有多高嗎 135萬台幣一公斤 它可以賺8%就是11萬 單幫客就是說你上游下游全包的話 一公斤賺11萬 可是如果說你是一個怎麼講 上下游分工 你只跑腿 一公斤大概是1萬 你剛剛講那個5500 現在已經漲價了 因為抓太緊 現在是1公斤1萬 可是罰款 所以你意思是告訴我們 如果叫我們 有人要叫我們帶說 給我們5500是不合行情的樣子 就是有點欺負廉價勞工 你不可以嗎 你拿到很麻煩 資格旅客 所以說抓到以後 上下游都要幫你打點好 你賠款什麼東西都沒問題 他說什麼處罰 1公斤 黃金是罰差不多50萬 50萬台幣 可是罰到多少 9萬美金 就是說270萬就停止了 所以說有一個日本的夫婦 最高額度 不管你帶幾公斤 最高就是罰到 最高9萬美金 對 最高罰到9萬美金 有一個對於日本夫婦 他們兩個是單幫客 就是從頭搞到尾 搞了56次才被抓到 56次以後 他跟日本警方承認 他說他做了大概56次以後 他折了1400萬美金的利潤 這利潤非常的高 所以說我幫他算了一下 他查氣之後這個黃金 會沒收嗎 黃金不會沒收 他說這個黃金 你只要繳了消費稅 也沒有刑責 你只是違反消費稅的規定 他說他把黃金還給你 辛苦你了 謝謝 下次小心一點 下次再來 難怪 補稅就好 所以補稅 而且最高只補到9萬美金 然後黃金還還給你 還給你 所以說問題來了 你日本政府要那麼多黃金 要幹什麼 好 你去查一下 黃金是一個國際的這個 叫做國際儲備 黃金儲備 黃金儲備最多的國家是哪裡 美國 美國有8000多噸 然後再來是義大利 法國 還有中國大陸 還有德國這些國家 大概加起來也不夠 每個國家大概是兩三千噸 你知道日本是世界 第三大經濟體 你知道他才幾噸 760噸 黃金儲備不夠 因為他當時有憲法限制 對不對 對 不可以 日本的政治 經濟 軍事 通通都在戰敗國 都是受北國管制 所以說他現在 他的黃金非常少 日本就是說這麼少的黃金 萬一有個動亂或怎麼樣 貶值的話 波動 那你是不是國家是不是很不穩定 所以他大量就是收購黃金 這是航空界一個不成文的秘密 一個空姐幹這個事情 他後面的這個所謂的空姐生涯 都會受到一個很大的污點 他很可能就會 因為航空公司其實對我們這一種 道德操守的問題 他是非常非常的在乎的 過去也因為我們的工作 的確比別人更有機會 帶到這些東西 所以其實從一開始招募的過程當中 他們就非常在意這種問題的提問 他會想要探知你有沒有這個可能 因為包含過去 因為其實有時候像剛剛機長說的 這個錢是一個很大的誘因 以前我的同事 他的前一家公司 是一家美籍的航空公司 他說他在那個地方 他就曾經遇過有一個 他的同期同學 說大家都領一樣的薪水 然後那女生 他也不是特別好的家事的背景 可是他可以用的東西 都非常非常的頂尖 他可以過很奢華的生活 然後有一天他就是真的 忍不住他就問他就說 你為什麼可以 他說你為什麼可以 過這樣子的生活 我們明明薪水差不多 然後他就說 我有再做一點小生意 可以帶一些什麼東西這樣子 但是這東西有帶有效 譬如說像前陣子 印度空姐 就發生要洗錢這一種 走私美操 他是美操 他是帶大量的錢入關 然後賺中間的會差 他帶1420萬台幣 因為有時候鈔票他不太會有 等於是3 3 我看快要50萬美金 50萬美金 是幾萬 對 他是鈔票的時候 有時候X光機不是那麼容易被掃到 所以 對 可是除非他真的是行為很奇怪 對 因為我們雖然過海關的時候 跟大家走一樣的通關檢查 可是多半的海關 其實都會讓我們趕快過 不是 你那個一點一點 應該很清楚 要把他打散嗎 是這樣嗎 聰明的人就會把他打散 他散在各處 不要學喔 聰明的人會打散 他不要讓他看起來是一個快撞物 他就不會覺得很奇怪 所以有人他真的 如果經濟上面有困難的時候 就會這樣 但有另外一種情形 是不要包一旁 你不要一個像一個專一個專一個專 那就很奇怪 打散 對 打散 你照不出來這是什麼 對啊 可是有的情況下是 是要問Casey喔 不是問女生的朋友喔 謝謝 沒有 但是有一種情況之下 其實不是故意的 有時候也是因為我們工作方便 就是難免會被利用 我自己的同事就發生過這種狀況 他飛到一個航點去 然後他的同期的同學拜託他 那個航點是他的家鄉 他說你幫我回家拿東西 我媽媽到飯店等你 然後他說他會把我的東西給你 你可以幫我帶回來嗎 就基於同學之情 大家覺得說 好 我就幫你帶回來 沒有什麼 結果好死不死 他入關的時候 就被查到 那也是倒楣 被開箱 結果回來的時候 入關被查到 他同學 托他帶回來那包衣服裡面 有大麻 但是麻醉藥物在我們的烘焙 是一個絕對不可以帶進來的東西 所以之後他當場就是被帶走 他當場就直接被海關帶走了 然後最後他到底怎麼了 其實我們沒有人知道 不過如果說遇到這樣子 危機的事情 通常航空公司對他的處罰會很嚴重 如果他一旦查出來說 你是蓄意的 除了空姐之外 還有一個行業的人 也很適合夾帶 就是導遊 是 是 是 我們這個行業 當然沒有像這個帶黃金這樣 那太累了 太重了 那帶的當然就是短小輕便 你們都帶鑽石 對 美人姐果然是行家啦 鑽石 珠寶 手錶 對 這個小 而且那個 因為我們剛剛講 日本的黃金是8%的消費稅 如果是從歐洲帶回來的話 這個價格一上去 都退16%的稅 大不一倍了 還有本身的一些空間利潤 所以如果真正帶了一支 百萬名錶回來 你大概有20萬左右的利潤 就直接帶手上 對 就帶手上 所以我們沒有那麼辛苦 那個太辛苦 辛苦了 再來就是說 早年台灣還有那個水果 還沒禁止進口的時候 如果87年以前 那個中正機場跟台灣 全部都是水果 對 只要你們這個團體回來 只要四本團回來 就是水果一箱一箱的 貨車在那邊等 但是幫人家拖帶的東西 其實世界上最慘的案例 就從人生勝利主 直接掉地獄的 就是螢幕上我們看到 這個南非選美小姐 BENESA 她21歲的時候 她當時其實已經拿到選美冠軍了 然後跟男朋友開了一家 迷失南非對不對 對 南非又漂亮 對吧 所以她顏值高 氣質又佳 身高1米74 很好 所以對她來講 她只是說 我要去擴展我的生意 在福士店我就到泰國去 很多工廠在泰國 就看看工廠 然後就看看最新的產品 然後看完之後 她的朋友 好朋友 Jackson打電話給她 這個BENESA 你現在在泰國 那我兄弟剛好在那邊 有幾本書 麻煩你把我帶回來 她也不宜有 她自己好朋友 就跟Jackson的朋友見了面 見了面之後 就給她幾本書 就像這樣的書 我們今天告訴你都是 你一定記住 國民大會千交代萬交代 你出國 不要幫人家帶任何東西 你就是行李以馬 OK 雙手殘廢 沒有辦法 提動了 一本書 就這樣 拖一本書 對不對 你會覺得是舉手之勞 舉手之勞嗎 這本書讓凡妮莎付出什麼代價 她在海關過關的時候 就行李檢查 其實就她的一些隨身物品 短暫幾天 再加上幾本書 但沒想到海關把刀拿起來一畫 因為這X光劑前面沒有秘密 一畫之後 白粉流出來了 這白粉也不是什麼特別的白粉 是頂級的 好貴 1.7公斤的 它是藏在這個書腰上面 對 這個書腰 它就是藏在這個地方 滑開就行了 它裡面有一個空隙 就是這樣一條的白粉 黏好的 我們以為就是一本書 對不對 那這1.7公斤的海洛因 而且你知道這種硬殼的 是 有沒有 硬殼的 很好 很好挖 空間很好挖 很好放 所以這個慘痛的案例 讓她付出的代價就是 泰國海關就問她 這到底是誰的 所以現在在全球所有的 行李在檢查的時候 櫃台行李一定問你 行李是不是你自己打包的 所以白粉摸病 是你自己裝的 對 那你說是別人拖帶 死也不會有人相信 對 好了 那就按照泰國法律 就關起來 那關起來是判死刑 他當時已經懷孕了 他當時已經懷孕了 在獄中生下小孩 才從死刑變無期徒刑 那等到他3歲的時候 小孩3歲的時候 小孩3歲的時候 泰國跟他講 你3歲你不能再養 你如果沒有找人家養他的話 就把他送孤兒月 他就沒有辦法 就把他讓他母親帶走 那等到16年之後 他終於遇到了泰皇普美紅 生日大事 他才回到南非 所以這一趟泰國之旅 他能夠有幸活下來 飛了16年 16年才回到他自己的南非 是 他還能活著是不錯 不過走勢東西真的千奇百怪 請問怎麼樣走勢和牛 對 走勢和牛 像之前在我們台灣 在日本和牛還沒有合法的時候 很多老饕都要 這是很奇怪 奇怪的地方都吃得到和牛 那哪裡來的 通常後來發現其實最好 我也遇過本身 真的是最好吉他 就是從這個空運來的 然後一開始的時候 用一個行李箱 就是手提示的行李箱 裡面就是用冷凍包裡面 全部包好 然後你如果好聞就過了 因為那個時候 他這樣一整箱的話 大概十幾萬 到快一百萬的價值 但是只要落地以後 大概就是乘以三倍 所以這個沙頭的生意 這個沒人要做 但是賺錢生意一定有人要做 你不知道 我聽說海關的朋友 以前和牛吃到頭 因為沒收太多了 沒收 對 然後有些比較單方的 就會用那一塊一塊 我隨便亂講 搞不好就是不可以吃 放到壞掉 對 然後還有那種跑單方的話 它是會用一塊一塊的 那種比較高檔的 這種樂眼的牛排 把它用這個所謂的真空包包好以後 綁在這個身上 直接綁在身上 反正那個罩的時候 你也罩不太清楚 因為全部都是肉類的 你知道貼得滿一點 貼得密一點的話 其實看起來都是脂肪 看不太出來 這是一種 我們聽過的夾雜和牛 另外有比較奇怪的是 有一位泰國的婦女 那時候在美國的機場被抓到 她是走私了一個什麼東西 活生生的小老虎 活生生的老虎 然後她就夾在她的行李箱中 更好玩的是 她那隻小老虎大概就這麼大 旁邊大概有四隻 跟她一模一樣大的 假的布娃娃老虎 所以那隻小老虎 其實是被假裝成布娃娃老虎 被打了鎮定劑以後塞在裡面 想說能夠雲霧混住混進去 結果被她混進去 一打開一看說 這是怎麼模殺一樣 那個皮毛怎麼不太一樣 一摸以後 然後一下馬上就全部被抓走 所以你要覺得說 要帶任何東西的時候 真的是還滿奇怪 像我們剛剛講的老虎 還有在馬來西亞的機場裡面 也遇到過走私蟑螂 為什麼 蟑螂 然後它是用這種 所謂的冷凍盒裡面包起來以後 裡面用的這個保冷的這個冰塊 他要在飛機上吃打 不是 它是放在那個 水深行李 拖運行李裡面 然後好幾盒好幾盒 大概加起來有三四十隻的 這個死掉的蟑螂 然後用那個冰塊冰起來 然後大家就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 為什麼要放這個東西 結果後來他們的疫檢局裡面 檢查以後才發現 這所有的每隻蟑螂裡面 都有我們疾病管制局 管制的這個非常強烈的 流行病的病毒 所以你要知道 為什麼他要這樣夾帶這種 所謂的大量流行病的 這種疫情的病毒 這也是蠻值得深思 而且它冰起來的原因是因為 讓這個病毒的活性降低 所以是不是為了恐怖分子用 所以不得而知 這是我們講的蟑螂 甚至像南韓前一陣子也有 被夾帶過所謂的人肉膠囊 人肉膠囊是很多 大部分都是從我們中國大陸 去什麼死胎 留胎 留下來這些嬰兒的這個屍體 然後把它磨成粉以後 包成膠囊 因為在南韓裡面 他們有講過 這個是叫做萬用藥 他們相信說 所有這些什麼 癌磨的人 絕症的人 只要吃了這個人肉膠囊以後 都會有好轉的效果 所以在當地 造成非常大的市場 但是南韓管制又嚴格 所以就非常多的人 從這個中國大陸進口 這種所謂的人肉膠囊 非常非常的可怕 最後這個 當然是比較好笑的 有一個香港男子 最後被查到說 他這幾年都從深圳這邊過羅湖關 已經夾帶了十幾公斤多的 這個男生的精液 你想想看十幾公斤 以那個議題來講 他就直接夾在保溫瓶裡面 這樣一次一次的 一次一次 收集的 對 然後就一次一次的過去 然後後來想說 人家為什麼要夾帶 那麼大量的所謂的體液 進我們的中國大陸 你說多少 快十幾公斤 所以你想想看要幾個人 那是幾個人 一個人只有一個保特瓶的量 可是你看這是要有多少人的量 才能夾在進去 所以等於是說非常大量的 這個男性的體液 進到這個內地裡面 後來大家還知道說 因為這個在內地的 這個所謂的捐金的這個系統 不是很那麼的正常 不是那麼的發達 所以很多人夾帶這個精液進去之後 是要準備要做人工授運 但是這個問題來了 第一個 他夾帶進去這些 疾病有沒有考量到 或者是說人種跟這個種族 還有他裡面所夾帶的這些所謂的 病毒跟疫情 其實這個都是沒有接受控制 但貿然就這樣進去之後 不知道生了多少個 有問題的寶寶 不可能剛剛那是稀奇古怪的東西 但是你知道動物走私也很多 我們接下來告訴你的是 走私鸚鵡這兩隻 還有搞定鸚鵡的這個人 健鴻 好不好 待會兒回來 國瑜大會 好 問一下陳建宏 這兩隻是走私大宗 但這兩隻是台灣生的 這是台灣生的 當年有開放進口對不對 以前早期有開放進口 後來大家可能有些某些人 就覺得可能走私比較快 是 所以做了一些違法的事情 其實陳先生是玩老鷹的 但今天沒有辦法 去玩一下鷹虎給我們看好了 請問這兩隻的名字叫什麼 這隻叫紅茶 這隻叫奶茶 我問的是品種 我剛才想到名字去 他是紅金剛 他是八丹 他們是不會講話的 現在應該這樣講 以前大家對鸚鵡的印象就是講話 實際上鸚鵡放飛 是更有趣的一個休閒活動 放飛 所以這幾隻都是放飛 鸚鵡不是都是住在籠子裡面嗎 不是 所以前幾年大家就是把鸚鵡拿出來放飛 他整群在天空這樣 他可以飛很遠嗎 飛非常遠 大概就幾百公尺一公里這樣子飛 鸚鵡鵡 他也是鷹的一種對不對 不是 他不是老鷹的一種 不是喔 不是 那個鷹發字不一樣 不一樣 不一樣 對 他因為這樣子一直放 然後大家覺得很 這個怎麼講 萬子千鴻 就越來越喜歡 當然他的價格就跟著水漲船高了 請問一下走私一隻可以賺多少錢 我想利潤應該至少五倍以上 我簡單形容一下 簡單形容一下 這一隻 一隻現在在市面上 以這個鸚鵡鵡來講 超過十萬台幣 這一隻也超過十萬台幣 因為品種不一樣 你讓他點個頭 我看一下 點個頭 來 點頭 還快睡著了 你看 實際上 剛才講這是一般的市價 如果說我在台灣繁殖的 因為它繁殖的能力 就是專業度有限 所以大家對於繁殖的功力 就比較期待 所以它的價格就會跟著比較高 可是如果我從原產地 比如說它是從印尼 這是從中南美 我用一顆在當地 找當地的民眾幫我做繁殖 因為它本來就是原產地 繁殖好一顆蛋 它可能就是一萬塊跟你買 我買十顆蛋就叫十萬塊 你買蛋回來幹嘛 我要買的是鸚鵡 對 它就是差不多快孵化的時候 用很厲害的包裝方式 讓你X光照不到 然後帶回來之後 隔三天它就孵化了 對 因為我們胎兒不能照X光 對不對 蛋可以 蛋可以 但是它等於是說就是微禁品 可是它用很厲害的包裝方式 以早期它印尼來講 它一天之內就可以進台灣了 回台灣再孵化 回來再兩天它就孵化出來了 可是它被X光掃過 不會缺個被掃腿的 所以它外面就包裝得很好 隔離 對不對 對 包裝得很好 跟其他物品混在一起 蛋的孵化成功率高嗎 很高 因為它會先看 確定是有精卵才會進來 這是要講 這個是要講誠信的 所以如果說 我花了錢跟中南美 我跟這個產地 所以它買一顆一萬塊 這樣基票回來差不多五萬 對不對 如果孵化成功 一支就賣十萬塊 所以利潤當然很好 有利潤 我想問一下就是說 事實上這個 不會走私活的對不對 現在都是走私蛋而已對不對 走私蛋會比較快 比較安全 活的來講一般是內地 一般是內地 譬如說我們從這個國家 從內陸走到那個國家 那個更殘忍 他們是拿一個寶特瓶 把上面蓋子旋鈕拿掉 拿掉就是有空氣對不對 它把它底下切一半 把這一支這樣塞進去 很殘忍 等到當地警方抓到的時候 每一支就像寶特瓶一樣這樣 裡面在裡面都淹淹淹一洗 這非常殘忍 所以我們很反對這種走私 還有一種更 也不能講殘忍 有趣 最近很流行 大家知道那個手指喉 手指喉了不起 手指喉就這個嗎 這個 對 它在東南亞有非常多 在當地的台幣 我到現場去看過 我問過一下 當地台幣價 大概兩萬塊台幣 一支喔 一支 因為它原產地 那你怎麼帶回來 那很簡單 它一支大小大概就是 拇指到食指那麼大 那它如果不爆東西 它沒有安全感 它會嘰嘰叫 那怎麼辦 我就準備一個玩偶 它抓住玩偶 它就不動 然後我就把它放在西裝口袋 放進去 然後我就從這海關走回來 走回來的時候 因為過那個金屬探射器 它根本探不出來 因為它是活體 它是活體 而且它也不會叫 它已經睡著了 然後走出來一支 我兩萬回來就十萬賣掉 我就現賺八萬 難怪現在海關都要脫外套 那一定要緊張 那一定要緊張 對不對 就把所有東西掏出來 很有經驗 對 那這個是一個 這個是一個違法犯規的事情 但事實上 那他來台灣能活嗎 天氣其實差不多 人類很厲害 扮演上帝 他可以想辦法幫你弄空調 想辦法幫你弄到 很適合他生長的環境 他就能幫我活下來 他一支這樣子 孤獨的活著 嚴格來講 他們一次進很多支 他只進一支利潤不夠 他會長多大 他就這麼大 了不起就20公分這麼大 了不起20公分 是... 那有人進假彈嗎 假彈 假彈的話就是 我是曾經發生過一個 我自己的案例 我去過馬來西亞檳城對不對 馬來西亞檳城當地 有一個地方叫蛇廟 蛇廟一進去就很多蛇 我們都會這樣 我也到現場去參拜 拜拜 結果看他現場賣那個紀念品 他賣什麼 賣蛇彈 蛇彈看起來很可愛 敲敲敲也不會破 我就覺得很好 可以拿回來 騙人說我有養蛇 有蛇彈這樣 我就好玩 我就買了幾顆回來 我就放在行李箱 我也沒有做特別的包裝 結果回來之後 我的臉可能看起來 不是像好人還是怎麼樣 我就拖著行李要走出來 剛好那一天 我要多買了兩條煙 被抓大了 一看到就 這位先生 麻煩你過來一下 我想說 我怎麼被叫過去 叫過去一打開 兩條煙 要不要補稅 結果補稅之後 他們就發現到我怎麼旁邊 因為我沒有好好的包裝 旁邊又 其實我們台灣的這個 海關其實抓得很兇 他們抓到很多這種走私的 所以他對這種東西特別敏感 他說你那邊怎麼多了兩顆蛋 我是講那個蛋 我講的是行李箱那個蛋 他說你怎麼多了兩顆蛋 他就說那個蛋 他們說很聰明 麻煩你拿起來給我看 他自己不動手 結果這樣拿起來之後 他就拿起來 這是什麼 我說這是玩具 他不相信 開始檢查 開始叫我把衣服外套 當然沒有全身脫掉 外套脫掉什麼那些 開始就一個一個檢查 一個一個檢查 後來證明那個蛋 只是玩具他才放我走 所以這個到我們要回來 東西也不要亂買 萬一被人家這樣子扣起來 就完蛋了 好 還有一些你可能說 姐我又沒有帶黃金 你也沒有走私什麼蛋 鳥 對不對 竟然也被抓了 生活必需品 那你就真的要了解各國的國情 所以你今天看到算賺到了 去紐西蘭有幾樣東西不能帶 我們問一下機長 紐西蘭是一個非常注意 這個簡易的地方 來 各位 去紐西蘭旅遊的 不可以帶泡麵 是 澳洲也不行 泡麵就屬於這種有肉品 有肉 蔬菜 水果 蛋 都不行 如果你不知道那個規矩 你就申報 就寫就對了 千萬注意要申報 如果你不申報 走綠色的通關 那你死定了 紅色的人滿為患 很多人 那你還是要去紅色的 為什麼 紅色的 你一看單 他一看單子這個這個 好 走 好 走 就這樣 因為太愛多人了 如果說你想偷懶 走綠色的通道 那邊人很少 你如果是東方面孔的話 你命中率大概是80% 來 行李打開 這個是什麼 泡麵 對 泡麵 這個有調味包 我打開看看 很難吃 打開看看 一看這個調味包 他慢慢給你磨 他慢慢看 這個你看 裡面有肉類 海鮮 蝦子 對 不行 海鮮麵沒有蝦子 像話嗎 你們都很喜歡吃泡麵 這個油包 這也不行 這裡面有豬肉 不行 這也是違反肉品 肉品不能進來 那麵總可以還我吧 通通沒收 通通沒收 所以說你看 但我如果走申報的 剛剛想我有帶泡麵 我反而可以過 是這樣嗎 你有申報的話 他有時候看他心情 他就讓你過了 可是你沒有申報 他這個一包包給你打開看 你看 有蝦子 不行 所以說痛苦必了 你飛了那麽久 十幾個小時到那邊 有人出國喜歡帶個肉醬 罐頭 半翻用 感覺好像罐頭可以對不對 其實那都不行 都不行 肉類都不行 還有一些導遊 最喜歡幫客人帶 不過要導入有沒有 因為很多人那個 歐里斯蘭歐巴桑 到國外都吃不慣對不對 他們那個是 都不行 都不行 農業大國 很恐怖 農業大國 泡麵不可以 牛肉泡麵不可以 再來講 馬爾蒂夫 馬爾蒂夫很奇怪 不能帶豬肉 伊斯蘭國家對不對 可是那酒也還不能帶 酒不能帶 好玩了 到了飯店裡面可以買酒 就是你不能帶進去 不能帶進去 你想說我到了桃園機場 我等一下到馬爾蒂夫度假 喝一點威士忌 很過癮對不對 對不起 到了海關對不起 你就孝敬了 不可以 買買了 再來非洲 那當然象牙是不可以的 對 非洲對這個象牙製品很敏感 你想說有人給你推銷那個象牙製品 哇 那你就買了 那你慘了 你一出關的時候 你查到 不管是真的假的 千萬不要碰 然後呢 美國 不可以帶蛋黃月餅 為什麼 蛋黃 蛋類啊 尤其川普上台以後 最近美國查得非常嚴 水果 蔬菜 蛋類 肉類 他有一些我們自己產品上面包裝 譬如說龍眼肉 他上面寫個肉字 明明不是肉 可是美國海關會認那個字是不能進來的 他滷好久 真的啊 所以我們一定要寫 買到那種上面寫龍眼乾 對 不要買到包裝是龍眼肉 對 他就圈那個字 他認得 打美航空有一個女的 她下飛機前空服員給她一個蘋果 他講說這蘋果 我現在吃也吃不下 馬上下飛機 他就把包包一丟 警官過來過來檢查 你怎麼帶蘋果 他說空服員給我的 空服員給的 好 違反美國生鮮食品進口規定 罰500美元 然後列為這個不受歡迎的乘客 後來那個女的就很生氣 他就找律師 他想說 那你打美航空不是害我嗎 對不對 打美航空害人的故事很多 對 你不是害我嗎 整我冤枉嗎 你叫我吃了 要不然你會跟他講說 你不能帶下飛機 後來他就現在在提告 現在在打官司 所以這要跟各位講 就是說在飛機上任何給你什麼吃的 你就把吃完喝完吐完丟完 剛剛進去下飛機 對 然後新加坡那個醫院是一定要報道 這不用再講了吧 不用再講了 這個都知道 他都被查透了 帶石頭被判刑 土耳其他是個文化古國 他不能帶什麼 出關的時候不能帶古錢 古物 還有石頭 因為他覺得他這個文化古物 他的古董是屬於管制品 所以要小心 出關的時候 曾經有人帶石頭出去 他說這是古物 搞沒了 判刑 所以問一下 我跟你講這個帶石頭 是有很多人去金字塔的時候 隨便撈一點什麼東西 很喜歡幹這個事 不可以 X光是很厲害的機器嗎 是 所以剛剛機場談了那麼多 都是我們以為覺得可能可以帶的 但是其實 我真的不知道去紐西蘭不可以帶泡麵 真的不行 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 其實這X光機面前沒有秘密 我們看一下在 我是海關在看X光機的時候 你是呈現什麼樣子 乖乖 那個老太太帶小鳥 老太太帶小鳥 我也不曉得她幹嘛 可能帶鸚鵡一樣 寵物 對啊 還有照照妹 裝了避孕環的也被看到 哪裡被看到 像剛剛Casey講的 那個帶巨款藏在絲襪 這個避孕環在 你在體內的她一樣看得到 都看得到 天啊 那是金屬的反應 對啊 所以其實在美國有發生過 我們什麼時候會 我們通過那個的時候 不是只有BBB嗎 她一樣看得到你 所以在美國就有發生過說 我就在那個過程裡面 有旅客故意脫光 我就給你看 他是在抗議你侵犯隱私 你在這個圖上看 人哪有隱私 沒有隱私 全看光光 那你看 你把錢藏在絲襪裡面 其實也被看到了 不用藏 那只是像藏那個枕頭底下的 私房錢老婆也找得到一樣 對對對 沒有用的 好 然後還有那個情趣用品 情趣用品 看起來是一個非常 這個非常尊嚴的老師 結果沒想到裡面裝的 全是整箱SM的用品 這個是什麼 我怎麼看不出來 這有什麼情趣 那個彈彈 乒乓球 一個乒乓球 OK 了解 扭蛋 天啊 藏屍體 藏屍體也有 太怕 這是真實發生的事情 就真實發生 以上這個東西 其實我看過我們那個YouTube 在我們這個 講國民大會的 其實我們說 我們只彈了冰山的一角 全是事實 真的 反正天底下無期不有 還裝大麻的 大麻的煙管也被查到了 所以這個我自己帶的案例也有 我的客人出國的時候 帶了什麼 帶洗衣粉 到美國去 老美覺得 你是洗衣粉 那粉狀泡的東西 很像是不是海洛伊拉就帶去 老公 阿嬤說帶出來洗衣服的 我們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我們是海關 那我就像剛剛的南非的那一樣 只要有懷就抓起來 那更慘的是我的同學 所以我們出國不可以帶洗衣粉 帶洗衣精 對 可是洗衣精也是要託孕 帶肥皂 對 基本上帶回家用免洗 不是簡單嗎 幹嘛那麼辛苦 那上個禮拜是我的朋友最慘了 他從巴黎關要回來的時候 他就想我東西要申報 那也不過帶了十幾樣東西而已 那個單子 怎麼刷刷不過 因為法國現在是這樣 你可以先電腦刷 刷不過去人工蓋章 就帶了幾個比較值錢的東西 大概六千多歐元 凡克牙堡的兩條鏈子 帶了一個LV的包 YSL的包 結果海關看一看 說你先讓你的團員回家 你先留下來 我同學很浪漫 那也是資深島 然後把他帶小房間去 一問問八小時 八個小時 總早到十一點 問到晚上七點 問說你收入多少 你怎麼可以買這些 我同學就忙了 奇怪了 我就不是只幹島 我在台灣也投資房地產 我兩岸 我不能做這個嗎 海關留他的這東西是原因 他跟你講說 我懷疑你涉嫌商業行為 回來去賣的 就是把這東西帶回國之後去賣 所以其實現在海關要找你的理由 其實就為了錢 現在這六千歐 也就是台幣二十多萬的東西 還在巴黎關 而且剛剛講說 等通知再拿回來 我同學說不用拿了 那個東西就當被搶 反正巴黎很多搶的對不對 是 對 所以不要騙海關 所以該申報申報 但是如果遇到海關說 在你退稅品上面找麻煩的 這個也是還沒責了 對 不過同學講 你要很篤定 你不要很害怕 這沒什麼好害怕的 對不對 錢買的或是用唱的 怕什麼對不對 要找到你找 我們同學講 你們法國不是鼓勵大家買嗎 他說你現在是涉嫌商業行為 沒有任何證據 兩個包 兩個包 兩個要練 兩個包就被查 八個小時 那Paul應該三年才能回來 對不對 待會兒告訴你 旅客在什麼樣的情況之下 會不會遣返 一定要注意 待會兒回來 好 怎樣的情況之下會被遣返 這一定要教一下 因為你知道 這個過了五月 這個暑假旺季又來了 對 因為突發狀況 被美國遣返回來的人其實很多 被紐西蘭的也有 有一個狀況是這樣子 她是什麼 一個女生 那是在中國大陸上海的一個女生 她在外資銀行裡面工作 很年輕 才24 5歲而已 然後她選擇要去新的工作 所以在之前要離職對不對 離職了 要給自己一個畢業旅行 畢業旅行決定要去美國去玩 那結果當她到了美國去玩的時候 在海關出了一個狀況 海關的人員竟然把她 請到旁邊的小房間裡面去 她是做了什麼 然後盤了她的手機 因為她看起來長得就身材很好 婀娜多姿 然後穿得又非常的清涼 所以海關竟然要檢查她的手機 從她手機裡面發現出很多清涼照 發現清涼照之後 海關進一步去問她就說 那你為什麼有這些照片呢 她說我平常練瑜伽的 你憑什麼看我的手機 對 然後海關下一步 再繼續問她說什麼 她說你在這裡面有很多 跟我們美國男生的對話的紀錄 而且好像有點閒失 她說沒有 我就是在網路上認識了一些 美國人交交朋友 我才知道在這邊怎麼玩 可是海關就在進一步問她說 你要交交朋友問她怎麼玩 幹嘛把你的清涼照片 通通都傳給這些人呢 結果這女生說就交朋友 這就已經是我穿最多的了 你要怎樣 結果一問下去 海關不相信她的說辭 然後認為她一定有別有目的 所以把她給遣返回去 我覺得這是川普的陰謀 歧視中國人 這可能是川普陰謀 沒有道理 你憑什麼 我不懂 你這麼講 就人權的國家 你憑什麼看我的手機 對 另外一個例子是什麼 另外一個例子是從英國的例子 阿公阿嬤帶著孫子 要從英國倫敦到美國來玩 那結果呢 上了飛機之後 很可愛 到了美國去之後呢 三個月大的孫子 被人家當作是恐怖分子 太瞎了 三個月大 她的阿公阿嬤也覺得很瞎 結果我這個孫子才這麼小 怎麼可能是恐怖分子 結果後來一查下去 因為要做反恐調查 一查下去發現問題出在哪裡 是出在就是說 他有個那個入境表格 他不會填 那不可能是他填 那個是阿公帶填的 那個表格的項目 填錯格了嗎 那個表格的項目叫做 是否曾經從事恐怖活動 或種族屠殺 結果阿公在這個項目給他打勾 一勾下去之後呢 那個孫子飛過來了之後呢 這個身分資格明明就是有 說他有從事這個恐怖活動 跟種族屠殺 所以要往下查下去 結果一查花了11個小時 才終於證明就是說 這個孫子真的不是恐怖問題 但是這個都還不是最誇張的 另外我們講在紐西蘭 紐西蘭因為2015到2016 有大概1200多個人 被遣返不能入境 那裡面曾經就是說 在紐西蘭的媒體公布了一些 他們被遣返的一些理由 那這兩個狀況是這樣 有一個是從墨西哥來的 結果墨西哥來的這個人 到了海關之後 海關當然就問他就說 你是來幹嘛的 這墨西哥人愛聊天 聊天就跟他說 我們國家現在討論說 要不要讓大麻合法化 這大麻合法化之後還能活嗎 所以我來這邊 來紐西蘭呼吸一下新鮮的空氣 看看海洋享受風景 那結果這海關再進一步問他 就是說那你最希望到哪裡去玩 想看什麼東西 他說我最想要到紐西蘭的 就是看這邊的袋鼠 然後看當地原住民的回力標 這個一講完之後 這海關就想說 我們這邊 你是不是去錯國家了 紐西蘭來的 你好像來錯國家了吧 你就這樣往上面一點去澳洲吧 也不行 所以不讓他入境 那另外一個狀況也是很瞎 為什麼 一個女生也是墨西哥來的 來到了這個海關之後 海關也問他說 那你來這邊幹嘛的 這女生就跟他說 我聽說這邊很漂亮 尤其是什麼 他說我看到電影的魔界 紐西蘭那個場景都好壯觀 好美 我要來這邊玩一玩逛一逛 結果海關一方面發現就是說 他好像沒有回程的機票紀錄 只有來了紀錄 二方面海關進一步就問他說 那你最喜歡魔界裡面哪個角色 這個女生就跟海關講 我知道了 這個魔界裡面我最喜歡哈利波特 結果這句話一講出來 海關就想說 那你來的動機也是怪怪的 所以這個人也不讓他入境 這真的要熟讀 背景資料對不對 我那會兒要去辦印度簽證的時候 那個也問我啊 你為什麼要來印度 我就跟他講 我想去看台紙馬哈 OK 這是我夢想中最美麗的 愛情故事的一個見證 我來講整部這樣 就過了 然後後來我想說應該過了 然後過了半天之後 他說退回來 他說你要回印度 回台灣的印度辦事處 我那時候是在海外 在溫哥華這樣子 所以我為了要拿那個印度的簽證 我要再從溫哥華回台灣停留 一天拿那個簽證 我才能夠去印度 所以有時候就不一定 安哥拉海關長怎樣 安哥拉海關長 因為安哥拉是一個他進出口 尤其是有價商品跟金錢 管控特別嚴格的地方 他可以輸出國家的 免稅額度內的貨幣是很少的 但他們自己國家的貨幣 是不可以出海關的 所以他們從機場 一直到上飛機之前 你起碼要到三到四 到X光機的掃描 從你check-in開始 然後一直到你去過行李廂 一直到上飛機之前 他會有一台X光車 開到你飛機前面 每一台行李全部都要在掃過 才可以上飛機 對 不過也是因為這樣 很奇怪 我一直不能理解的就是 我不知道為什麼 這麼嚴格的檢查 可是在那一條班上 是我們當年在飛的時候 那個就是寶藏班 你知道嗎 我曾經在那一班飛機上面 為了要調整客人的行李 因為他上飛機的時候 他就放在那個行李架上面 放上去以後 因為後面客人一直來 然後我就一直順手 把他的行李往旁邊撥 然後他就很生氣很生氣的 跳起來 就你不要碰我的行李 然後我就說 不是 因為上面空間有點擠 我想要撥一下 後面還有很多人 我怕他弄到你箱子 他說反正你不要碰就對了 因為他的動作反應太大 然後我就想說 到底是什麼 我很怕裡面是一些危險的 對 或炸藥什麼的 你怎麼知道 因為他反應很奇怪 我說先生可以麻煩你 把行李拿下來嗎 裡面到底放什麼 你為什麼這麼緊張 然後他就不肯 然後他就要把我推開 那站起來他把我推開 我說如果你碰我 我就叫行警 然後他說反正你走開 你不准弄我東西 那我實在覺得太奇怪了 對 我就打電話給桌上長跟機長 就說我有個乘客 他的行李好像怪怪的 他不讓我碰 也不讓我們挪開 可是而且他也要把我們推開 就是怪怪的 就行警上來 打開 拿著他一起到廚房裡面去 然後打開 裡面是滿滿的 它是一個像化妝箱大的箱子 裡面是滿滿的鑽石 我一輩子沒看過這麼多鑽石 你要走過去 故意把箱子踢開來 踢開 然後他跌倒 對 然後趕快把他收好 然後再兩顆去旁邊去 你就不用來上通告了 黏個三四顆就夠了 誰知道有幾顆 太小了 我真的那時候很傻 很天真 對 你就趕快跌倒 撲上去 然後 傻滿地 然後跳 我覺得我應該要自願幫他點 有沒有 就是點 我希望你點裡面有幾顆 唉呀 英文太太也有被抓嗎 對 所以我覺得說去各國也是 我們有一個女藝人們朋友 他也是很好玩 就是一直想要去美國玩 然後那也是他第一次 但是他的英文就是有名的爛 然後那時候他也有跟我們 我們說你去海關的時候 反正就鎮定 他問什麼就回答什麼就好 然後如果講錯也沒關係 反正他在去看球比賽的嗎 對 然後其實基本上 他有去一個旅遊 然後裡面有包含一個 要去看NBA的球賽 要去洛杉磯 然後但是他基本上 我說洛杉磯你是知道怎麼講 他就跟我講Los Angles 我就覺得說完蛋了 連那個洛杉磯都講錯 你剛剛講LA LA就好 不然就洛杉磯 他反正就講不清楚 他說那你自己自己的要小心 結果一去以後 我們在那邊本來要接他 結果那個時間到了以後 兩三個小時都接不到 後來一出來以後 等了以後他發現他被停留在 被留在這個小房間裡面 三個多小時 我說那到底發生什麼狀況 是很嚴重的情況嗎 他說沒有 他就問我說要來幹嘛 我就說我要來看NBA 他就問我說哪一隊 這哪一隊我聽得懂 然後我就跟他講了 我們洛杉磯的那一隊 我說對啊Lakers對不對 對啊 我就跟他講Hookers Hookers Hookers 他說 Hookers 把那個Lakers講成Hookers 你知道Hookers的含義嗎 他說沒有 不是胡人隊嗎 不是 Hookers在美國的意義就是 神女的意思 好吧 難怪你會不會留在那個小房間裡面 他重點是留在小房間以後 說實話還是蠻聰明的 吃雞跟坐雞是不一樣的 吃雞跟坐雞是不同的 他就留在小房間以後 然後他也一直跟他講說 就跟美人姐一樣 他一直跟那個 他們當地的海關人員說 我是Superstar Superstar這樣 我是Star Star 但是也沒人相信 因為你長這個東方樣 大概人家也不知道 重點是他那時候的手機 也還沒開通 他也沒辦法 後來他想到一個方法還不錯 他就借了這個 他們的海關工人員的手機來 然後開了他自己的粉絲專頁 說你看 我有二十幾萬followers 你看這是我上電視 我上這個節目 所以我真的是藝人 我們藝人不可能來做Hooker 我真的是來看NBA 最後只能三個小時才放他走 所以英文要練一下了 真的真的 不過你知道 這個在機艙上面 真的很多種傲客 你不要太傲 你真的會被抓走 待會機場就告訴你 一個上手銬的故事 帶回來 好 我們請機場跟我們分享兩個故事 一個是那個Hooker 你給他上手銬 是 他怎樣 性騷了 他說多年前我飛那個77 400的時候 從萬古到阿姆斯特丹 11個小時的航程 飛了飛到4個多小時以後 後面經濟艙的乘客不多 昏暗的情況下 發生一件事情 有一個奧地利客人 不知道是酒喝多還是怎麼樣 他跑去摸人家 你知道嗎 跑去摸人家 人家就躲 那個女生就躲 摸空姐嗎 還是摸乘客 摸乘客 那個乘客就躲 用毯子蒙起來 他還是去找得到 又摸人家 然後最後換了三個地方 還沒辦法 結果跑去找空服員 空服員就請他幫忙 空服員跑去制止他 他說他這樣不甩 竟然不甩 我們飛機場都是女生 沒有男的 空服員就找我 我就那時候趁著休息的時候 換班 主員換班 我就跑去找他 把他逮的 我說你喔 我說你不可以這樣子 我說你摸人家是性騷擾 他說So what 還跟我講 無所謂 我說你知道現在是哪裡嗎 我說現在是伊朗上空 我們正好通過德黑蘭 這邊伊朗上空有什麼關係 我說像你這個小鮮肉 到了德黑蘭監獄很受歡迎 嚇死了 嚇死了 他說什麼 Are you afraid me 他說我威脅他 我說Yes I'm afraid you 然後看到這個家國 他在囉嗦 我們馬上轉嫁 要不然就手靠搶 對 然後結果他就乖乖的 結果就沒事了 一直相愛無事一直到阿姆斯特 那為什麼說機會太小 可以打架 這個好問題 根據這個IATA 就是國際民航運輸協會統計 2016年有發生了1萬多起的這個 座艙暴力跟這個機艙破壞事件 座艙攻擊 就是說